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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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是王狗 前幾天的時候我跟我朋友阿金 到了一個我之前拍到靈異照片的地方 就是這張照片 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靈異照片 但是你們可以看到在樓梯的右邊有一個綠綠的東西 蠻好奇的什麼的 順帶一提 那個是我的表哥 那個是我美國的朋友 時隔六年 前幾天的時候就跟阿金回到那個地方 我們打算在那個地方 進行一模一樣的一個拍攝 但是呢 當時有出了一些小插曲 我給你們看一下那個時候的畫面 我們剛剛就是一直聽到天然幹的聲音 所以我們剛剛就猶豫要不要進去 抖一層 從那裡傳來的 有有有有有有 你趕上去嗎 該不會 越想要把背了 結果猶豫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一個阿伯走過來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因為敵人在衝霞 因為那阿伯是這裡的住戶 上次有一個人上去 下來之後 臉色發白 這一兩個月的時間 看到他都在這邊遊蕩 那個人就怪怪的 那個阿伯也是好心啊 所以我們其實也是想說 那不如我們就在這個門口拍就好 那我們現在就在這邊拍一張吧 好 定時了 定時了 抓抓抓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欸那什麼照片啊 我不知道 是燈的問題嗎 還是要這裡 你OK嗎 我可以 這次把閃光燈關掉 直接拍拍看 如果還是5的話 那就不是光的問題 好 這次閃光也關了 OK OK了嗎 4秒喔 好 再一次 欸 又有鐵欄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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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睛是閉著 再一張嗎 不要啦 不要啦 神經病喔 那為什麼又中間有一張 白的這一張 中間又串插一張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鬼 我們等一下下去研究 對 那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整個的拍照過程 我們那個時候明明只拍了兩張 中間卻串插出一張 不知名的照片 也就是說總共有三張照片 我會想說有可能是 我們不一定按到或幹嘛的 但是呢 這一次我就 不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析 所以我找到了一個 宮廟的公主 她據說看得到 也聽得到 也摸得到 是神明的代言人 因為畢竟這也是一個 台灣的民間習俗 我帶大家了解一下 也不妨是一個壞事啦 那我們現在馬上打給她吧 哈囉 牛牛 嗨 哈囉 我剛剛不是說要你幫我看 那是張照片嗎 我有大概跟你講一下 那四張的由來 那可以先幫我看一下 第一張照片是為什麼 我跟你講喔 第一張照片啊 有一個白色的一個漂漂 它正在鏡頭前面 故意讓你拍到它的靈光 喔 了解 所以也不是什麼閃光燈之類的問題 不是 它的那種執念還滿強的 對 那你可以幫我看一下第二張嗎 第二張 啊 我跟你說喔 齁 右上角 有一個在修行的男眾生 就是男飄飄 他的頭剛好這樣子探出來 對 看一下右上角 你說樹那邊嗎 對對對 可是我們照片也沒看不到是不是 有體質的人也應該能夠去感受到它 它就是剛好這樣子 這樣看出來 喔 但是他們兩個是都沒有惡意嗎還是 第二個這個就比較有一點惡意囉 聽到你們說 你們不要太過於的逍遙法外 喔 那你可以幫我看一下第三張嗎 比較清晰的那一張 對啊 對啊 喔 這一個就有一點好笑 有沒有說 有一個男生 他是穿著那個 道具你知道嗎 然後站在灰色旁邊 兩隻手就放紫紫的 然後就這樣跟著銀錫合照 那樓梯間的哪裡都不一樣了 那裡有沒有 剛好又有一個小朋友蹲在那個地方 而且在那一張當中其實 你們的鏡頭的那個四框有沒有 其實都有還蠻多的好朋友在那邊這樣看 真的假的啊 對 那你現在是要再看哪一個 從樓梯下面往上拍那張嗎 對對對對對 那張你還沒看嗎 在這一張他的那個就是有那個八卦有沒有 後面不是有一棟房子嗎 其實有站了好幾個人在那邊看 了解 那先這樣子 再跟你約 不會 謝謝啦謝謝啦 掰掰 好掰掰 所以那剛剛就是那個牛牛給我們的解答啦 為什麼剛剛那個牛牛他會打嗝呢 他說他要幫人家解惑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反應 那你們應該會有人後來就說那個人是怎麼來的 就是我在上一集紅人的時候 不是有說我要找一些奇緣醫師嗎 他就有來私訊我一段他的故事 他的經歷 我個人就覺得非常的酷 簡單的時候就是神明要他下來開工 不讓他去上學 因為這就是他的天命 他就是神明的代言人 也因為他 也因為其他也來私訊我的一些人 讓我更認識的說 台灣的這些民間習俗 打通了很多的腦洞 所以這一集我就 不帶任何自己的觀點啦 我能夠看到的 跟他能夠看到的是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言下之意就是我什麼都看不到 我還有在收集一些奇緣醫師 然後我找到蠻多蠻酷的東西 你有什麼靈異照片 可以養什麼 最後的東西有其他的癖好 你是磁鐵人 你會通電 微博欸 都可以來找我 那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按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公 我們下次見 掰